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明镜 我们经常说 学佛是学解脱 学道是学逍遥 浩瀚的宇宙茫茫人海 每个人都是时间长河里匆匆的过客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有几个人可以留下生命的印记 让历史有所记忆呢 所谓名利就像吹过沙漠的风 只是改变了沙漠的形状 却没有改变沙的本质 那只是曾经印象中的符号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后人淡忘了 回眸历史 他们深深地留下了烙印 大逍遥者 如秋水自然的庄子 云游四海的布袋和尚 大豁达者 顺逆无忧的刘雨昕 穷通无怨的苏东坡 大自在者 诗话无尘的王维 生死自在的庞韵 大独际者 千山一人的大梅长禅师 梅七贺子的林府 大豪放者 清莲剑客李白 慈气纵横的心气急 大从容者 又空城秦音诸葛亮 胜败如其谢安 大超越者 无相的六祖慧能 非心非佛 马祖道一 那是一种思想品质 一种人格魅力 一种道德境界 所谓高山扬指 井行行指 是人的精神境界 是精神财富 而境界是一个人生命的徽章 逍遥之境是每一个成功人士的最终理想 是站在事业巅峰 又希望青云直上九霄 无所束缚 无为而无不为的热切追索 真正成功的境界 是事业 家庭 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 等人生全方位的成功 无尽的智慧 丰富的阅历 实在的苦难 在出世和入世之中 忘我的修炼 禅是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受中国的儒道文化思想影响 而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大乘佛教 禅思想的根本理路 可以说禅就是泯灭小我 成就大我 成就大我就是成佛 所谓成佛就是禅者的意识 弃入如来藏本体 因而进入永恒 禅不仅仅是一种思想 一种哲学 一种世界观 禅可以经由实际操作 而达到成佛的最终目的 如来藏本体 可以通过禅的定会修正 而直观感觉到的实在 禅是由禅一禅定发展而来 中国禅宗的宗旨是 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禅是智者和勇者 追求超越生死 融入永恒的大丈夫行为 禅者追求的最高理想 是脱离世俗的苦难 超越生死轮回 如来藏是宇宙的心 是宇宙的真心 它统设万物万法 是生起万法的根源 日月星辰 山河大地 一草一木 一砖一石 江河湖海 如来藏 无形无相 无所不在 参禅的目的在于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就是成佛 即心即佛 见性成佛 实际是显现真如本性而成佛的意思 禅宗的成佛 就是与如来藏本体契合为一 这就是即心即佛的真正异地 任何学禅的人都要坚定地相信 佛就在自己的新意识里面 如来藏就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 成佛就是禅者泯灭自我 净化灵魂 成佛以后 意识分为凡圣两边 圣界与如来藏契合为一 就是泯灭小我 成就大我 这就是成佛 禅者成佛以后的境界 就是佛菩萨的境界 就是如来藏本体境界 或者真如本体的境界 这就是禅者意识分离 而成佛的秘密咯 最后送给您一首剂子 希望您能明心见性 即心即佛 看破放下少操劳 净土法门念佛好 修行正理物大道 人道无求品质高 两耳不闻珠子贵 一身脱去 是非袍 逍遥不闻窗外事 任耳沧桑 化为潮 我是鱼雷再会 鱼雷作品 鱼雷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